借相圣水,活于下命 自从本师释迦摩尼佛降世以后 说法度化众生 从此四人才知道因果报应,借杀放生 在金光明最圣王金上 有这么一段慈悲忌命,取向囊权的故事 很久以前,在古印度有一位贤者 流水长者的儿子,身性悲天悯人,尊厚善良 小小的蝴蝶,真自在 去吧,天地任你遨游 哇,多美好的世界啊 我也应该到更远的地方看看 好大的太阳,真是热死人了 好可怜的牛啊 愿你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么巨大的恐龙也难逃一死 最后也成白骨一堆 阿弥陀佛 善哉善哉 咦,这是什么东东啊? 嗯,明天过后吗?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极尽 愿天地万物得其所在 哦,怎么回事 唉,又是一条小生命往生 咦,奇怪,这鱼从哪来的? 哇,原来有一座干涸的水池 那么多的鱼虾都快不行了 我要赶快去求救 Safe 国王陛下 求您伸出援手借我几只大象运水 外面有好多小生命没有水 都快活不成了 嗯 好吧,来人啊 赶快钓集大象与装水的皮囊 即刻出发 哇,连小老鼠也来帮忙 鲜者贴同他的两个儿子 满怀兴奋感谢老天 并开始对着水面述说 苦空无常大法 后来鱼虾们因为文法因缘 不约而同的都超升天道 从此在天上做个真正快乐的小天使 修行者应该感谢有情众生 给我们无穷的机会来修行菩提心 即培养功德 若是没有众生 菩萨就不能成佛 不过对着,不过对着 ENNI 不过对着,不过对着